嘿嘿 整個光頭長 把刀子出來 被畫了一刀 讓你看一下 你這麼想被按摩 你先坐好 先坐 對啊 你用的小歌曲 我們玩那種高空繩索 很多老外 對人一直在拍說 Good job 突然覺得 我是超級大 見耀文 到時候 他也看過 我要一陣子 都在陣子 四處都有好兄弟 不要先 不要不要住豪華 我說不要半夜 就有聽到 頭頭穿索 對 而且就在你的身邊 水好帥 你是水嗎 昌明哥這邊弄得很好的 好 來 Yeah 歡迎收看 到底大獸 好 請 來 能夠聚集到這五位大將 那不容易的 每一位都是 阿布 阿布 布哥 旅遊節目你做最多的 很多了 很多年了 這麼多年了 厲害 上山下海 冒險玩 吃個奇怪的東西 做旅遊節目再厲害 你也沒有導遊厲害 對啊 導遊 他做冒險玩 第三代 第三代 第一代的明道 在做的時候 我在做美食大三通 哇 大三通 大前輩來的 這其實是前輩 這根本就是祖先 阿布 阿布 新出白了 沒有 沒有 還有翁哥 六哥 猶台灣 那個台灣 那比你更長 都是教科書等級 所以你看教科書的內容好多 彥鳴 彥鳴 彥鳴做什麼的 冒險王 也是冒險王 我三十弟 第五代的 冒險王總共做了幾年 我其實那個時候幫佑聖代班 只有半年 可是半年就去了六個國家 就是每一個月就要出一次班 那裡面 這麼多組成裡面 最帥的就是孫淇淨 摸他幹嘛 你應該都摸他講 對啊 他還挺胸的 那個 一副要接受下來的感覺 對啊 昌明來幹嘛 憲哥 對啊 今天來聊什麼 拜託 前面什麼第幾代 幾代 我們是一個節目 從第一痛到最後十年 十年 最後十年 來 第一階段是什麼 好 第一階段要跟大家聊的是 甚至一瞬間 有沒有遇到最危險的事 日記呢 好 準備開獎之前 我們請我們 非常漂亮的 植舞春秋 我們的好朋友 植舞春秋又來了 還回事 憲哥先準備好了 你還要搶外套 有那麼熱嗎 不是 不是熱的 不是熱的 我是第一棒要先讓我處理一下 體驗一下 單元講完了 贏的就可以坐這個位置了 你是試範賽 太好了 那要拚了 阿布先來好了 好 我先來 請說 我來分享一個這個 我到蒙古的故事 蒙古國 那蒙古國那時候 我們從烏蘭巴托 主要是要拍攝 他們的納達幕 就是他們的國慶 可是這中間有一個行程呢 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 坐著我們的麵包車 殺到他們內陸一個叫做 庫斯古勒湖的地方 好難去喔 這個湖 這個湖非常漂亮 它號稱是這個 蒙古的藍色珍珠 你看那個藍色的天 映在那個平靜的湖面上 整個好像發藍光的珍珠一樣 OK 花了兩天的時間 終於到了那邊之後 拍攝就一天 對 可是後來我們又 多待了三天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那邊呢 連續下了一整晚的大雨之後 就 我們原本花了兩天要去的路 全部都被水淹了 我們車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我們只能在那邊 只能在那邊等雨停 等雨停了之後 山紅稍微退掉一點 我們出發的時候還是這樣 路上都是積水 為了要出去這裡呢 我們集結了當地的遊客 還有當地人六台麵包車 為了殺出這個湖區 對 一路上啊 就是遇到河道 就是泥泥的土地 就直接開 只要有車子丟了 丟了泥巴卡 丟掐了 所有的男人全部下來推 然後那時候的路就變這樣子 然後甚至是有河道啊 然後那個 我們車子最後沒有辦法繞路 我們就所有的男人下來砍樹 砍樹 砍樹搭橋 真的 每個人輪流在那邊砍 好像在搭上 然後砍了兩棵比較粗的樹 然後就鋪好在那邊 所有的車子就在 直接過渡木橋這樣 兩根木頭啦 就這樣開過去 然後一路的 一路上就是 光是叼掐就四五次 然後就一路 一路就覺得 哇賽 這個地方 我們這樣子下次還要來嗎 但是說真的 這個是一個很意外的 一個插曲 但是我覺得這段 非常的刺激 刺激 但是我後來感受不到 好不好 你看畫面的 你就平常就想要坐這個位置 比較不可憐 這個是沒有直接的生命危險 是害怕 我們那個是直接生命危險 夢的 去非洲啃雅 去啃雅 我沒有去過 去啃雅是坐 敞鴻的吉普車 對 沒有玻璃 沒有架子 然後 對 開著開著 忽然發現 四隻獵豹圍繞著 大家就嚇了 旁邊那個人 就抓我的手 把我手印抓得好深 圍著你 我們找了四五天 找不到一隻 你就是後面沒有看到獵豹 你們就四隻圍上去 結果大家就很害怕 可是那個誰 導遊就說 其實你不用害怕 因為動物它不會攻擊比你大的動物 你看到 所以它看到你這麼大 車子那麼大 不會攻擊 如果你下來它就會攻擊 當然 所以我們車子沒有窗戶 方便大家拍照 有擺一把槍在那裡 但是那把槍沒有指上 我說那是幹嘛用的 他說 給自己裝卡 給自己裝卡 沒有 我有槍槍 好嗎 這個還不可怕 第二天我們就去做熱氣球 一大早做熱氣球 熱氣球看到底下 一大群的象 一大群的汁 我們只有去賭福賽 那個一個人差不多要一千多塊美金 三萬 三萬台 反正 三萬多 跑不掉 跑不掉 八百塊以上 然後做那個熱氣球 可是太過癮了 因為你就看到一整群 一整群的動物在下 而且看到那個動物 你還可以下降 有沒有 問題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上去這樣 其實你本來是不保持一個安全高度的 對啊 結果我們那個機長 他不知道那天的氣流不好 控制的不好 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好像要降落了 然後我們就看到原來旁邊在睡覺的獅子 聽說起來 吃什麼 吃東西 吃飯飯囉 空頭來了 吃飯飯 吃飯飯 一杯兜 你要是弄到犀牛或者河馬 你就死了 那個很兇的 很兇的 好 再走到屁股 踹一條一條 還好那個機長弄半天 那個獅子已經開始跑過來了 已經要吃飯了 還好又飛起來了 又飛起來了 刺激刺激 好玩 來… 燕敏 我算是去阿拉伯國家 就是 燕門 因為燕門它算是軍事國家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大概09年去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 路上是可以看到很多軍人是拿AK四季 就是完全是拿那種 衝鋒槍還是什麼 在錄像巡走那種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剛好在拍那個空鏡的時候 然後剛好拍到他們的一個軍事館 天啊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然後他們就一群軍人就衝出來 然後拿AK四季抵著我們 抵著你們 抵著我們 天啊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五個人 然後女生都嚇死 然後就直接抵著我們 要我們把袋子洗掉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已經拍 就一直在溝通他們講阿拉伯 我們也聽不懂 那個很危險 然後後來就請我們進去他們大使館 當面看著洗掉 而且是全部路人都在看 因為我們就是被槍斃 天啊 好危險喔 他們的子彈都已經上堂 我們那時候真的 超像那種美國軍事 就是那種電影裡面 真的是被押著那種 像電影的 對 真的 嚇死吧 這那個地方真的不能這樣亂拍耶 我們幫是去非洲 然後空拍就已經要被打下來了 對… 後來導遊跟我們講說 他們會看到我們拍 應該是因為他們在很遠處 因為我們攝影機都很大 他們以為那個是大套 他們以為我們要拿空拍 這是自飛彈 沒有啦 防衛啦 他們要防衛他們自己 他就最像火箭筒了嘛 對…很像火箭筒這樣子拿著 攝影機都是這樣嘛 對啊 所以他們衝下來要把我們制止 所以你要 這個厲害 這個可怕 這個可怕 危險 來… 哲青庚 那時候我們是俄羅斯 1990年代俄羅斯剛解體 應該是蘇聯剛解體 變俄羅斯 然後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從柏林坐火車過去 然後一到俄羅斯 那時候最好玩 那時候 對 然後沒有錢 是他沒有錢 那我就拿了美金 我要去換 然後我去換的時候就 因為是我 它沒有任何的招牌 他們是這個國家 但當時是沒有招牌的 後來我就找到 我後來就找到 他跟我講說 你去普西津大街 它是一條 黑市販會的地方 然後我就去 結果我去的時候 我記得我拿一張100塊出來 然後我就給他 我就說我要換錢 結果他就當輪面喔 然後我拿起來放下來 從100塊變10塊的 然後就送回來 他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說 你這樣是假的 然後我就衝過來看 他已經變假的了 可是我剛剛 而且是10塊 而且是10塊 我就跟他說 我剛剛給你不是這個 對啊 他也給你一張100的假的嘛 對 因為我直接跟他 就跟他變你知道嗎 對啊 結果後來我就跟他吵 吵完之後 吊包 俄羅斯的巴布什卡 就是那種歐巴桑 非常的兇悍 後面就出現兩個 他們就後面就叫一下 就出現兩個光頭管 非常高大 走出來 那走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說 啊 糟糕 因為我一看就是外國人 我怎麼看都不是俄羅斯 對 完蛋 我想說 我就想要離開了 離開了 他們就 蹲到巷子裡面去 就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後來就被圍毆 你被圍毆 被打 他被打的最主要是 他們拿刀子出來 Oh my God 拿刀子 結果後來我身上被畫了一刀 你被畫一刀 我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哇塞 真的有 來 那個哲青 我跟你講 你先坐好 先坐一下 對啊 真的 你這麼想被暗磨啊 這太硬了吧 他就在這裡 哎呦 然後 真的耶 被畫的時候 天啊 被畫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沒有醫院 然後後來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 俄羅斯的醫院怎麼講 或者是用英文完全不會 然後他也不會講 他們也沒有診所 所以後來我飛到飯店之後 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血流不止 天啊 我就拿縫一線自己 自己縫 所以 超兵 你可以看到 那個縫線超級醜的 你這講的是藍波的訓練 你很厲害 自己縫 你好屌 這太屌了 大公 你只能把那個歌盲場那一道拿出來 沒有 我跟你講 那是有歌別的 都拿著 好好講一下 我在帛琉摔倒 這邊受傷 摔倒那個不要打出來 摔倒 人家是都被刀子 我跟你講 被封 被割 被送到帛琉的醫院 是 有一個穿白衣的 還有一個黑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要幫我縫這樣 那個醫院是鐵皮蓋 還有那個蜥蜴跑來跑去 然後縫到 縫了一針之後 你知道他講什麼 他講 Call the doctor 叫什麼啦 他們兩個都不是醫生 沒有 沒有 你那個跌倒 摔死 脖開 你要怎麼被刀子腳 跌倒可以刀 跌倒危險 你那是自己以後走路小心一點 結果後來 後來就是自己捧的時候 可是因為感染發燒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走路去 那個 克里姆林宮旁邊有國家圖書館 然後我去那邊找大學生 就像你們這樣子的年紀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懂英文 然後我就沒 我就碰到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可以到我去看醫生嗎 那有的人就走掉 沒有錢嗎 沒有 後來有人帶我 後來有一對情侶 他看到我 他就把我送到醫院去 那我要給他錢 他就跟我講說不要 他說你是外國人 然後他說 你應該被盯上了 說你現在出來其實滿危險的 後來我就去說 所以還是有好人 還是有 後來我就去住他阿嬤家 他阿嬤 那一對情侶的阿嬤家 對 情侶的阿嬤家 對 然後他阿嬤是 他們是老共產黨員 然後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有點敗血 後來就是 有點蜂窩性主角派 就是老婆 這個贏了啦 天啊 你這個 阿嬤還愛上妳嗎 太危險了 沒有 後來我離開的時候 他給我他就是阿公 阿公已經過了十多年了 然後他當年打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他把他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比以前是戰俘 逃出來的時候 他送給我一個項鍊 那個項鍊是聖猶大 聖猶大是絕望者 跟旅行者的手法 他說你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二十多年 我都有放在身邊這樣 太感願了 太感動了 感動 感動 精采 勇敢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在你後面很長時間 你要講嗎 對啊 可以放進 投降輸一半好不好 退見你的店 我們給你15秒 你推廣一下你的態度 對 當初我們也是靠著這樣子的舉動 受傷這麼危險 我們才得到金鐘獎 慢慢簡而言之 對 太強了 我們那時候是到花蓮七星潭 要去抓慢波魚 就台灣 台灣台灣 然後呢 抓慢波魚是在大型魚類 海底大概幾百米深的地方 在游移 不用這麼細 我們OK 講重點就要生什麼事了 我從來沒有錢過海 沒有錢過水 我第一次就獻給七星潭 穿上七星潭 氧氣筒 吸 氧氣對不對 是 教練只給我了一塊白板 他說你在睡裡面有任何問題 寫字 他看得到 他就會注意了 我說好 就一下去之後呢 哇 才一兩公尺 耳壓就開始來了嘛 說不了 說不了 我就一直調節耳壓 等一下 他講話他聽不到 我就拉他嘛 後來到三公尺深 我大概已經調節了好幾次了 停了好幾次 可能接下來教練受不了 他覺得你 他就問我OK了沒有 我就一筆OK了 轉身拖著我 直接往下潛 潛到十公尺深 這麼厲害 然後到十公尺深 我痛到已經 真的很痛 耳壓很大 痛到已經 真的 可見有多痛 你痛 那我就這樣 然後板子根本沒辦法斜 他不看我啊 然後我 他又聽不到啊 所以他就一直拖 直接到十公尺 痛到那個狀態的時候呢 那個教練就說 OK到了 他就叫我扶著那個 底下是大繩子 組織層的巷網嘛 他說你抓著 不要動 他就游去別的地方 看有沒有慢波魚 你這個爛故事 還有再下去嗎 還有 後來呢 抓著慢波魚 很快很快 教練游回來了 他說今天沒有抓到慢波魚 沒看到 上去 那一口氣 他就帶著我就浮到海面 一到海面 當然心情就舒坦了 但是就覺得 喉嚨乾黏 我就奇怪 我就 噴了一口痰 全部是細 來 各位 覺得阿布的故事最厲害的 請一人只有一票 不能重入 阿布最厲害 請舉牌 一人只有一票 冷漠 槓票 吳明大哥 熱氣球 差點被失掉 熱氣球最厲害 請舉牌 差點被老鼻失掉 冷漠 相當清楚了 我剛剛跟你們買票都沒有 張茵茵的故事最精采 舉牌 一票 沒有跟你穿情侶裝 有 有票 原來 暗裝 侯昌明 最棒的請舉牌 漫波魚 恐怖慢波魚 有四票 有起碼 那麼冠軍已經很清楚了 從缺 有我續作 沒有 沒有 折騎 我們還沒有認到 謝折騎 最厲害舉牌 人家都被刀化成這樣 太勇猛了 好Man 脫 你這個練得這麼好 脫 用生命換一個故事 好 第二道題目準備來了 好 第二道題目比較可愛 旅行的意義 旅行中的小插曲 我這個故事是比較感動的故事 那就有 是一個很奇特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常常就是很多事情 都不是在回合上面 對 有一次我在柬埔寨的一個 沙州 它是一個村落 我們看到了一個呢 騎著腳踏車 在賣那個小顆芋頭的那個 小賣家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看說這個芋頭 因為真的沒什麼可以拍 我們當初只是不知道要拍什麼 我們就去拍這個 結果來了一個媽媽 她說 這個芋頭你要蒸過才能吃喔 那我們就順理成章 我們就跟這個媽媽講 可以去你家拍嗎 你煮給我們吃 我們就多了一趴了 又可以拖一些時間 結果可以去了 然後就是看這個媽媽弄給我們吃 可是在這個料理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他們家的院子 前院的那個門口進來的地方 那一間小房子 有一間小房子 門口坐了一個阿嬤 看起來就是七八十歲 而且很明顯她兩眼白內障 她是看不到的 完全看不到的 那我就這時候就問了一下這個媽媽 我就說 這個阿嬤為什麼都坐在那邊 她是你的誰啊 她說她不是我的親戚啦 她只是因為孤苦無依 我就收留了她 讓她住在我們家這裡 然後餵給她吃的 對 媽媽人非常的好 那這時候我就很好奇這個媽媽 那個阿嬤 所以我就說 跟那個媽媽約好的時候 我們去跟這個阿嬤聊天 你知道嗎 我就問了她一句話 讓她的兩眼眼淚直流 我問她 你的孩子怎麼走 唉唷 唉唷 這問老人家 你怎麼直接這樣問 我那時候其實也閒聊了一下 問她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好不好 然後後來就問到這個重點的問題 重點 兩眼一直流淚 然後我也跟著 我一看到她哭 我也是跟著直接 就是一直流眼淚 我停不下來 我是連主持講話都沒辦法 那種哭 後來她告訴我們 她告訴我們說 她的兩個孩子 都是在這個高棉 赤色高棉的時候 被軍隊被紅軍打死了 為什麼你知道 只是有一個 為了要爬到樹上去 直接在樹上被開箱打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是被抓去 不知道是勞改還怎麼樣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這個意外的小插曲 等於是我們那一天的一個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很意外的狀況 然後也讓我們聽到了一個 非常感人的故事 最後 讓所有人都噴淚的原因是 最後 阿嬤又看到了 沒有 最後 有摩托車的聲 他的兒子回來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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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哥該你 來 我去這個澳洲 澳洲的雪林 雪林有一個國王十字街 那是一個好地方 對 會有很多人身上 背著號碼牌來跟你聊天 是 那你不要以為那是參加夜跑的 夜跑牌的那些 他們是合法的 三七 因為他賣雲是合法的 那仲介也是合法 但是你要經過登記 所以他每個人穿著 三號 六號 八號 不一樣的號碼 就是來跟你講 叫你問你要不要小姐 然後呢 小姐在哪裡 小姐在一條街 那條街是賣汽車的 整條街賣汽車 賣汽車 那他們晚上就沒有賣了 關掉了 那小姐就站在這些汽車行的前面 可是呢 你不知道小姐的價格對不對 對 所以小姐就根據 汽車的價格在站位 真的 譬如說這個小姐 如果站在什麼 Nissan 是 Tuyota前面 大概是中等價位 如果坐在什麼 現代 奇亞 最便宜的 就便宜 如果坐在雙B的前面 站在雙B前面 那就最貴 聽說有一個很驕傲 有一個很驕傲 一直站在那裡 沒有人找他 老史萊斯 我那時候 我一上了就要去 那我就不要去 我不要去不是不想去 是沒有錢 OK 結果她說 不管你要陪我去 我說為什麼 你會講英文 你要幫我翻譯 她就去叫一個小姐 她就到Tuyota去叫一個 Tuyota Tuyota 然後呢這個 結果小姐就說 大概好像要六千台幣就對了 然後她說 大概那時候合澳幣大概兩百多塊 三百 她說她沒有那麼多澳幣 小姐說沒關係 我給你刷卡 還可以刷卡 刷卡 那小姐直接就從包包裡面 太專業了 對 然後她就刷了 然後就去了 我就回家了 然後第二天晚上又叫我 你要帶我來 這次就已經 不錯了 讚 又再找一個 小姐 然後又刷卡 第三天又去又刷卡 回家如果過一天我打電話給她 我說 阿伯 你去幾天很爽 她說別說了 很慘 等一下讓我不要打到你 為什麼 我說你媽怎麼知道 我說 我太太看我的那個刷卡單 我說刷卡單她怎麼知道 對 因為這些小姐 她們自己沒有刷卡 刷卡機 所以她跟那個冰淇淋店借刷卡機 結果 太太說 你跟我說 你去哪裡吃冰淇淋三天 跟她吃兩萬幾個 她是這個配方 這個時候就要倒打一打回去 太可愛了 當地有很多可憐的孩子 我看他們全校在那邊 非常感動 他們竟然是認識我的 所以我就一人給他們吃一個冰淇淋 孩子們吃得好開心 我忘了遠處的藍天 我的心 但是我就覺得 我做了一個人世間最美好的事 你看老婆還鼓勵我 我好會想 講成這樣 真的真的不要相信心 去叫小姐然後講得這樣 太厲害了 我不會叫你唱歌上去吃冰 這個好 來 燕明該領 我算是去尼加拉瓜的時候 那邊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這樣 就是那個時候尼加拉瓜 他們其實有很多火山 然後他們現在 中南美洲很流行玩那種 高空繩索 對… 高空滑索那樣子 滑索 然後我們就會有包覆 就是那個整個安全設施都弄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從最高處 要滑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刺激 然後他速度會越來越快 然後我突然發現 我的褲子這邊很涼 我就聽到 它有點爆開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邊是炫耀紋嗎 沒有…就是爆開 然後… 來在最上面的時候 可是我想說應該不會這麼衰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下去的時候 因為在終點處有很多老外 他們都要等著拍他們的朋友 然後我想說不對 我也不是他們的朋友 對… 他們就一堆人一直在拍 哇 很好… 然後一直在拍 然後我想說 對… 突然覺得為什麼自己是Superstar 還是怎樣 然後攝影師也邊拍 邊一直笑這樣子 我想說不對 就一到的時候 怎麼了 我是看到是褲子也就是已經裂 然後內褲也脫掉一千塊 真的好 就是所以大家都一直拍 就全部外國人 那一集有播出嗎 不能播 那一集所謂自然雙態播出都很可愛 可是不行啊 如果萬一整個露出來 打個小草莓也就過不了 不是 以前我們冒險我們就是 最喜歡就看主持人全裸 對啊 可是那個太誇願 我泡湯全裸他照解 他就因為這樣才拍到那個廣告啊 洗澡那個 欸… 洗洗澡 洗洗澡啊 對啊 洗洗澡真的是 好 來 昌明你先來 人家為男的 我先來 我來講一個 當時我跟亞嵐去巴黎島 巴黎島呢 因為你知道我一向 但是那一次不曉得為什麼 就覺得 這個飯店 太美了那個圖片 一夜大概要兩萬塊台幣 然後我又要去住五夜 我說沒關係 咱們眼睛逼著打開蕾 一到房間裡面呢 一進去看 真的是很大 很多坪 有客廳 然後現在照片上看到這是 露台 這不是裡面的浴室 露天的 露天的 露台很大 然後它有一個 然後旁邊還有一張床 中間當然有桌子有走到這樣 然後它的整個視野是 就是這樣 那當然到裡面你就覺得 那個Future來得很棒 晚上 你知道 因為我們都從早到晚 一直在那邊晃晃晃 然後呢 兩個小孩睡著了 地燈跑誰喔 然後有魚 那我當然說 亞嵐 不是 十萬塊 總得要有一點回饋 對 是不是 你在那邊說很累啊 他說很累 氣氛那麼好 你累什麼的 不要啦 不要 不要 不要就是要 不要就是要 對 我說我們到露台去 露 我自己 兩個人就摟著 然後就聊天 聊著 聊著 當然我們就 睡著了 沒有 不能睡著 那個再怎麼樣都把大腿捏醒 然後就 當然我們就來了一度春宵 對 然後在那一夜再偷偷見別房間 那一夜我只能說 一般來講很多的家族旅遊 家庭旅遊它大概就是一個 吃喝玩樂的行程 但是對我們來講 那一次有一點又 再一次度蜜月 雖然有小孩子在聰明 你說什麼 但是在小孩跟忙裡 我們偷了錢 偷了錢 反而更刺激 雖然是小故事 但是相當溫馨 對 因為昌明它主要是什麼 因為那個房間 一天兩萬塊 一天兩萬 他想說 用賬底八千 對 來 昌明說講話 好 這世界各地有很多個地方 他們有一些是微禁品 真的嗎 譬如說我們去庫斯科 好 有機會去的話 馬丘比丘 馬丘比丘 股科姐的葉子 股科葉 對 股科葉 那如果說你到了阿拉伯地區 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東西 就你們一定會去買的 就是它叫卡特葉 它也有青仔跟蝦仔 它也分很多種 還有檳榔 對 分很多種 歷史檳榔 它其實葉餅吃過 我吃過 它是 就是攪起來很像檳榔 會讓你提神 但有些人他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葉餅很流行 就是一直吃那個 所以他們只要每天 幾乎24小時 都一直在攪那個葉子 真的啊 這個葉子很特別 只有在葉餅 你才會找到它合法的 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它是獵館股品 啊 股品 它一包是一塊錢美金 那塊錢美金 對 其實很便宜 那我去的那時候 就是我們買一大袋 我買一大袋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葉明有講到 它是一個軍政府國家 那我們要旅行的時候 有時候要打通關 因為我們那時候過關的時候 不是嗎 我們都要給通行證 然後下面都要塞 對 要塞 有時候塞一塊 有時候塞五塊 然後再付一包卡特葉 實際上在阿拉伯地區 它是無往不利 可是後來重點 我後來才意識到一件事 因為它是毒品 然後我要離開葉門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東西 千萬不能帶出國 帶出境 就完蛋了 一出境在其他國家查到 它是唯一死十多 唯一死三更有二唯一年的 一級毒品了嗎 太重了 所以從後來那時候我們在機場 大家就開始倒背包 因為怕 一片都不能有 一片一片都可以 一小葉子都高了 那太危險了 對 所以它是 它是一個在旅行外面的一個 一個小偏方 講到哪裡 講完了 他講完了 他沒有信心 來 覺得阿布這個最厲害的 請 投票 這麼多 這已經過半了 過半了 過半不用投了 來 請坐 謝謝 沒有 我們沒有想到感人的故事 大家也都喜歡 往上升一格了對不對 謝謝 來 再來一題 出門在外 四處都有好兄弟 兄弟的感情 這就很重要 不是 你出門在外 不是這個阿飄 不是 出門在外這種好兄弟 是阿飄的好兄弟 我是那個好兄弟 真的 連這個也有靈異的嗎 來 我們就來講講一下好不好 完檔了 大大哥你先來 去泰國最小心 尤其你千萬不要得罪當地的島友 就是想辦法要我們去買東西 那領隊有時候就不配合 不配合島友就整他 整他很簡單 住飯店的時候就特別 飯店 每個飯店都有幾間房間 是不趕緊的 就讓那個女生去住 你知道那女生住多可怕 訴到 雖然要半夜床會 無緣無故就自己這樣 有人來嗎 對 然後最可怕的是 他在搖的時候 他已經很害怕了 然後他在看那個鏡子 照鏡子裡面都看不到自己 他說沒有 然後他就嚇到滾到地上去 爬 爬到門口要開門 門打不開 整個人就攤在那裡 第二天進來的時候 那個地上一攤水 就是他的 就嚇到就對了 所以以後再也不敢 跟領隊配合 像這些事自然發生 就是說常常有的事情 但是 中國大陸比較特別 我去住大陸的時候 去住他說 住標間 標間最便宜 對 他說你要不要住豪華的 我說不要 標間就好我一個人 他說不要天不好 我說不好 我睡覺而已 沒關係 結果就去住了 然後住了之後 半夜 就有聽到 咳嗽聲 對 而且就是在你的身邊 怎麼看都沒有 衣櫥浴室裡面 什麼都沒有 但是就是 的聲音 讓你弄 不含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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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出不得住了 結果我就叫那個 很像溜啦 阿明老師 我就叫那個服務生來 服務生結果我就說 這房間有問題 他說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啊 他說那你給我 好 換豪華他就很高興 多拿了幾十塊 然後去換豪華 結果都沒有聲音了 但第二天我還是忍不住 這怎麼 我說欸 我都要走了 你跟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昨天住那個房間 會有咳嗽 他這個 這是我們祖上 流傳下來的秘方 這個客人 反正要住標間的 我們就 在他的這個喉嚨裡面 給他倒胡椒粉 那蛤蟆叫本來是 呱呱這樣叫 你倒了胡椒粉之後 他叫就叫很 白癡 那你放在床底下 我還被白白嚇了一下 對對對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他 這個蠻好笑的 真的蠻好笑的 剩一招的 你那個太狠了 我應該是 欸你應該這個 我還真想抓一隻賴蛤蟆 真的有想試試看耶 真的有想試試看耶 來來來 艷明 因為我們出國 都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在進去房間前 都會先敲門 這種人是最傻的 怎麼什麼 因為傻蛋啊 因為如果他反敲回來 怎麼辦 對啊 因為他這個故事跟這個 還有關沒有 等一下補充給你 你就知道 你們有多傻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 講快一點 一定很無聊 人家這個蛤蟆咳嗽多好 對啊 多好笑 對不對 直接除蛤 我跟攝影師 攝影助理三個歲間 然後我們一敲的時候 就聽到 從房間裡面有傳出 因為是我們在國外 他就傳出一個女生的聲音說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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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回答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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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人 然後我們每個房間的隔間 就是隔是距離是很遠 所以不可能是隔壁的人講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三個人都互看一下說 你們有聽到嗎 然後我們三個都有聽到 然後我們就請服務生進來 說可不可以換房間 然後服務生就說不行 然後我們問他一些狀況 他也就是自私烏烏的 不好意思講 然後那天攝影師是 隔天起來是跟我們說 他有聽到女生的 高跟鞋的聲音 卡卡卡卡卡 然後一直從他的 腳邊這樣子走過去 然後醒來 他就是他 半瘋半瘋之間的時候 他看到後面有跟著一個 傳奇中的男生 就是跟他一起走進來 可是 就是很模糊 但是他也很確定是聽到那個 女生高跟鞋 那個卡卡卡卡卡的聲音 沒有啦 沒有 憲哥女生的預言成功 對啊 真的 我跟你講 你心裡面就認同說世間有鬼 你才會跟他講說 打擾了 打擾了 是不是這樣 你已經敲門就說 裡面如果有人的話 你至少知道我了 你怎麼進我房間 然後回應 確認一下 就跟上廁所敲門是一樣 你明知道沒有人 空間裡面是沒的 你還在跟他講話 你不就認同他的存在 他就 這裡有個傻瓜 我晚上好好弄他一下 我就好好來個傻瓜 當然 對啊 世間有神 但是世間是沒有鬼的 鬼怪之說 都是拿來而遣用的 對不對 大哥我想念 對 那我們後面的故事 要講下去 說不定那個Coming也是 那個殘廚被餵的時候 Coming 我覺得殘廚問題 女殘廚 來 哲勤 哲勤 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地方 叫奧茲維新 奧茲維新 在波蘭 集中營 集中營 對 他就是集中 然後人要 他會把這些人要猝死的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我是帶了一個 一個 一個社區大學的團體 然後大家就去 然後這個社區大學團體很特別是 他們平常有在 他們在領修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對那個很敏感 我說是這樣子 隨著我們車子慢慢慢慢進 他們車子的 車上的就開始 他們會起來就是 跳 站起來 發抖 發抖 然後他們就 然後後來旁邊的人就說 我們有感覺 我說你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沒有 我說你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說我們有感覺到那邊的冤魂 然後車子繼續開之後 然後開始全車的人就開始吐 一起吐 你知道一起吐很恐怖 你知道嗎 大家一起吐 突然最恐怖的是突然 然後趕快喝一點回去 彩虹吐 真的 他們要喝回去 對 因為 我覺得他們已經不像是 正常人的樣子 對 然後後來他們吐完之後 最後一個 要進奧智維新之前 他要鐵路 那鐵路是截斷的 對 然後截斷的前面呢 他那個當地的司機跟我講 就是說 你剛剛人在那邊吐 我覺得你的人都不要進去比較好 那時候我跟他們講完之後 然後車子有一半的人 他們說因為他們沒有感覺 他們真的 他們被附身 這是我見過最特別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 我們平常都不知道 什麼叫猶太化 伊底序話 然後有一半的人 開始用猶太化來講 然後知道他們是台灣 他們是新北市的阿姨們 阿伯們 怎麼可能會講 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講 我就跟司機講說 今天真的不適合 我就把他直接帶走 然後帶完回去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 剛才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有一個人記得 沒有人知道 然後他就說 我們早上不是說我們要出去嗎 就是說我們有出去 乘車的人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想說 那就算了 那你這個故事太驚悚了 沒有沒有 其實他們遇到 因為我跟司機 我們兩個人都不太相信 我可以幫你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有一點 集體催眠的Feel 就跟燕民剛剛講那個 酒店裡面的狀態 我幾乎 我一年大概有一半時間住酒店的 對 我每天都要遇到酒店的事情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不是真的 因為你剛剛產生的就是所謂的 人家所謂一種 另外一種更可怕叫 影像殘留是什麼呢 開門之後有一個人印門 這是你的影像殘留 誰都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心裡面就有這個影像殘留 那記憶殘留就是說 你叩叩叩叩 進去 進去 這個是合理狀態 所以你聽過 你也知道 所以你自己組織了一個 你所謂 心中有鬼的狀態 就是這一個 然後集體 這樣也可以 這是真的解釋 這太新了 集體催眠的 集體催眠的狀態 這種就很多了 包括我們很多節目裡面 有表演催眠的有沒有 觀眾朋友 那個都是假的 我現在要跟你講清楚了 但是那是人家的表演 我人在現場 我也會配合 要不然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若不配合 所以到底要不要 再不吹進去的話就完蛋了 趕快 這樣懂意思了嗎 千萬不要以耳傳耳 但是妳那個是恐怖的 大家互相感染 對 跟哭泣 跟歡笑一樣 對 來 出外景到屏東 然後住了Motel 有的Motel 就是一進去 在那個Check in的那個地方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明明大家是要弄得美麟 但是它卻在晚上要弄個佛珠 點個香 你心裡就覺得 怎麼那麼奇怪 但也沒想太多 我們就入住了 入住了 那我當然是一間 它的格局是 停車位跟房間是平行的 中間隔一道牆 那一種方形 好啦 那我當然就沒有關鐵 我就進去門開了 我就進去要準備休息 但門開了以後 我只一個直覺 我覺得 這個房間 這燈都沒打開 怎麼有點暗暗的 這樣 就是一個直覺 但是我看 燈都開了 算了 無所謂 我就看電視 到晚上十二點了 隔天要早起 我睡覺了 一躺下來之後呢 大概隔了半分鐘 你知道 我的床頭 抬起來前面是電視 電視的那一道牆 就是我房間跟停車位的那一道牆 好啦 我躺下來 那一道牆 開始就聽到 這麼大聲啊 這麼大聲 有人在拍牆 我想 唉唷 因為我跟攝影師 攝住都很好嘛 我說 來鬧我 來鬧 我就一個肩膀 棉被掀開 啪 門打開 一看外面 車庫 沒人 跑得很快 馬上門關起來 跑到窗戶 窗簾拉開 看外面 沒有啦 沒有人 我心裡就開始毛了 我想要很可怕的 不會吧 那我出外景 我都會 因為以前碰多的這種事情了 我就會有一個護身符 我去包包裡 拿著一個護身符戴起來 然後我就回到床上 我就躺下來繼續睡 這一次 一躺下來 才一躺定 啪 啪 又啪 而且它那個聲音是 清楚到 我不敢張開眼睛了 但是你可以聽一聽 從左邊的牆拍 拍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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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電視上面一公尺 然後才啪啪 就很清楚 然後一直啪啪啪 然後就啪啪啪 然後中間還啪到一陣子 是亂啪 亂打秀 喔 打秀 也打秀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整個心情 完全沒有辦法平復了 我想怎麼辦 我只好心裡邊一直默唸 我就默唸 所有的神明我就全部亂唸了 我唸唸 拜託 然後也打招呼嘛 說可能我冒犯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明天睡覺 我就要叫離開去工作啦 抱歉抱歉 然後 然後 大概 我不曉得過了有多久 啪聲停了 結果後來是隔天 我就想說我不要去問 氣質 他們也女生嘛 我就問了社助 我就偷偷問 我說 你昨天睡得好嗎 他說 嗯 不好 我說蛤 不好 你有聽到什麼嗎 啪啪啪 我說蛤 你也聽到了 啪啪啪的聲音 我說對 然後他說 而且他們的房間還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那個時間已經半夜在睡覺了 啪啪啪 然後過一會他們的電視還自己打開 欸 他把他關起來 自己又打開 他把他關起來 後來才沒有再打開 喔 然後但是那個還有聽到啪聲 所以他也睡不著 我也睡不著 就那一夜我們遇到了這樣的事情 就沒辦法解釋得太清楚 阿布 你爽那麼久 有見到 該貢獻了一點 對啊 該貢獻了 該貢獻一個 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就是 其實我以前出外景 就是連續這麼多年 也是住了超多飯店 可是 我一向對飯店都比較 無感 我們盡量不去 像憲哥講的 你不要去想這些事情 但是有一次的事情 是關於一個 娃娃的事情 這一次呢 是我們到歐洲出 不是那個娃娃 我們去歐洲出外景 然後呢 借助在當地人家 他們 當地人非常熱心地 招待我們 讓我們住在他家的 一個老房子 那這老房子 我們 我跟兩個攝影師 睡在二樓 我形容一下 那個空間好了 假設我這邊是樓梯上來 這裡有一張床 這邊靠牆有一張床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 本來他們是想讓我 睡在那個門裡面的小房間 可是那一天 我一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是白天 我就看到有一個 這是一個 閣樓 對 這是一個 閣樓 閣樓 我就看到 這個長形的房間裡面的 最底 靠窗那邊 有一個古老的娃娃車 但是這個屋主 他小時候的娃娃車 裡面還放了一個娃娃 那個娃娃我看不清楚 因為它有一個棚 你知道歐式的娃娃車 有一個棚 然後我就看到 那個娃娃的兩隻腳 那兩隻腳抬高高 這樣子 翹起來 好像有剛玩過這樣 放在那的感覺 我看到那個畫面 因為我其實個人 其實有點害怕娃娃 尤其是眼睛會動的那種 我後來就決定說 我不要睡這裡好了 我出來這邊小客廳 跟兩個攝影師 一起 那一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因為攝影師通常都很早 他們都很累 一下就睡覺了 可是我就在那邊看資料 然後在那邊玩手機的同時 就一直聽到那個 這個房門打開的聲音 哇 就開了 睡在這邊的攝影師 就很順手的就拉起來 隔了一回 哇 又打開 兩三次之後 真的受不了了 直接拿一個椅子 想辦法把它用東西綁住 這樣這個 對 就是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是門 太古老了 它會自己彈開 就不要想太多 對 就睡覺 隔天早上起床 我先起床了 叫攝影師也跟著起床了 一整天拍攝行程結束之後 攝影師還在拍空景 我先回去房間 我先回去房子裡 然後因為我們要先收拾行李 不然 待會我們就要出發離開 是 我先去收拾行李 那個樓梯走上來之後 我上來嘛 我的床在那邊 我過來蹲下 開始收拾行李的時候 就突然覺得 有人在看著我 喔 我的 我那時候 我不是說床 旁邊有個小茶几嗎 頭一抬起來 那個娃娃在我這 蛤的 在你的哪裡 在哪裡 在 這樣 哇 你做得好順喔 太順了 太順了 在這裡 在這裡 在哪裡 在哪裡 就在那個小茶几上面 蛤 我覺得 那就是有人進去整理吧 放過去 那我覺得奇怪的一點是 我從這邊走過來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他在那裡 我是蹲下來整理行李之後 頭一抬起來 因為你很專心的焦點 在整理行李 因為我的行李 也是丟得亂七八糟 我一開始 好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這一次真的嚇到我了 那個娃娃就在我面前 而且是看著我的 看著你 對 娃娃都是看著你的 媽咪 就是這樣子 媽咪 媽咪 講完了 就這樣看著你 這一段不用投票了啦 哲青那個肯定是最高分的 最高分 真是第一個嘛 再來一個 他又有歷史的怨念在裡面 又有警示的作用 對啦 對啊 不會 不健康了 怎麼在陽台處理 對 安翔對不對 安翔是一個派店的老闆 對不對 對啊 你乾脆對不對 阿哥哥 要呼吸阿 要呼吸阿 再一次謝謝他們 謝謝我們植物春秋 謝謝 明天中午春秋快樂的 祝你大樂 大樂 大樂